我们说中美的博弈在军事之外 还有经济还有科研的能力 我们来聚焦说多个西方国家都主张说什么 中国大陆市场要降低对它的依赖 但是包括德国西门子的董事长主席 董事会主席以及美国晶片制造商 辉达首席的执行官受访时接受了媒体访问 都说中国市场是不可替代的 退出中国市场是不可行的 对此大陆外交部有最新说法 一起评看看 中国吸引全球投资的热度不减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将继续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同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市场和开放的红利 中国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 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 我们都愿意同他们相向而行 将军你怎么看 在高科技上也是很精彩 不输给军事的较量 在2023年中关村论坛当中 习主席有说了这些贺信 说人类现在要破解共同的难题 更需要国际合作 而且中国大陆要促进科技的创新 那要北京发挥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优势 要推动中关村的先行的改革 包括前沿的技术创新 高尖端的这些产业发展往前面走 好 说到了中国大陆的科研发展 好 来看看 施普林格自然 他们有一个研究所 他们发现了 2022年中国大陆自然指数的相关论文 超过了美国 获得世界第一名 2023年前四个月 中国大陆在地球跟环境科学领域的 这些论文也超过了美国 2022年中国大陆作者贡献份额是 19373份 全世界第一名 很多的领域 其实中国大陆慢慢的赶上美国了 印度的网站也说 美国你反华的科技战 就是毫无根据 而且会导致自我毁灭 会导致这些限制 让美国人没有办法 向中国大陆科技公司来学习 而且你会破坏全球复苏 让美国盟友 拖入地缘政治的停滞状态 没错 中国的拙起 很大一部分是他教育的改革 你知道科技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你从基础教育就要培养 你像台湾现在一天到晚 都在搞服务业 我们台大的排名一直往后落 你怎么能指望 台湾能够在科技上有创新 指望在军火工业上有发展 中国大陆以前是又穷又贫 而且那个时候叫政治运动 什么关牛棚了 教授下放了 所以中国大陆前面是贫弱 等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14亿的人才就会出来了 为什么 都去进大学了 所以北大清华 哈尔滨这个学校 造就了多少科学家 那你现在 他当然他科学家发展的时候 他有突出的部分 也有不足的 不足的是像晶片 晶片这个方面 他接触的晚 那美国就在这个弱点上 给他下药 就给你 卡脖子 但是中国大陆也发现 全世界对晶片的需求 是没有止尽的 什么玩意都要 所以现在你卡得越凶 他投资就越大 所以你假以时日 他一旦突破以后 以他的力量反攻回来的时候 你美国受不了 就是又反手打你 反手打你 因为我的技术成熟 我价钱量大 价钱就低 品质好 那你外销你挡不住 对 所以你看华为被你卡一下 他又发六级 他在搞六级 那你跟着上吗 还有专利服务 他还有量子科学 这个东西都 美国的商人 比政客看得清楚 对 将军讲的一个关键了 商人看得比政客清楚 政客是 制造一个氛围 就在现在里面 反中了 抗中了 商人说那样搞下去 我们怎么办 我这个都没有钱 都没有赚不到钱 你不能投资 我没钱也就你没钱了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荷兰的 做那个光刻机的 ASMO 他说你不准我卖它 我不卖它 我损失不错 我损失不少 对啊 可是两三年以后 他自己做光刻机的时候 他就不跟你买了 你的光刻机怎么办 对 对不对 那你还有市场吗 我损失一个大陆市场 我搞不好还损失欧洲市场 日本市场 所以这个东西我讲了 啤酒压紧了 反弹就力量大 对 中国大陆要熬过这段时间 它的晶片一定能起来 请全国之力 请人才之集中 它搞怎么会没有成果呢 那现在就很多 这个成熟晶片 它已经不需要你外来了 只有高科技的晶片 就是手机要用的道德多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说 你看一个事实好了 为什么中国大陆电动车 畅销全球 创一百万辆的出口率 世界第一名了 世界第一名了 它已经把Toyota给干掉了 对 好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这样想 电动汽车靠很多晶片 以前几十片 一两百片 现在五六百片 因为你自动驾驶 就需要更多的三色 更多的这个计算 才能让它这样走 再加上电磁科技 中国又拿了第一 林德跟这个六柱体的 都要出来 汽车的竞争 我问你 你只要开过车就知道 我加油 那个充电要充上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我还要不要在那个充电站等你 充电速度要快 我的电动汽车 充满电只能走三百里 五百里 我要不要用 我至少要八百里到一千公里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就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其他的国家的电动车 还有竞争能力吗 第三个 产量大 人力 人工便宜 售价呢 你跟它怎么比 你能花 买宝马的钱 去买一个电动车吗 对不对 那这个竞争比现在德国都很担心 对 现在欧洲 欧洲我去过很多古老的城市 巷道都很窄 所以你看什么 拉法业的这个什么都车子很小 因为它要转 电动车不需要那么大体积 对不对 它不像美国 握野千里开那个大的 大巴缸的车 我也开过 开起来很舒服 那喝油跟喝水一样 对不对 浪费 所以外销欧洲市场 中国大陆有市场 OK 对不对 东南亚有市场 对 中东有市场 也有市场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晶片战打到下来的结果 结果在汽车上的贸易上 你输了 对 现在全世界造 以前美国是汽车大国 后来是日本汽车大国 德国是高级汽车大国 意大利是跑车大国 现在面对的中国大陆 这个玩意儿 电动车 电动车等于是变成全国老百姓的平民车 国民车 对 这个销量才大 是 你卖一部跑车 一点钱 跟你全国平民车 大众都买的钱不一样 对啊 所以刚刚将军讲到一个很大重点 就是中国大陆投入之后 因为它的量体很大 它会把一个地方 一个领域的东西 怎样 打成白菜价 所以你这个晶片卡 你现在是能够卡没错 但是反而让它皮球压紧的反弹力道更强了 难怪很多大陆专家就说 我们国产的这些光刻机 国产的晶片才会迎来更大的一个春天 所以的确如此来看到 盛美董事长王辉就说 日本你的限制就会促进中国半导体的设备产业加速的发展 所以现在还要谢谢你日本 好那再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 尤其来看到的是太空战也是如此 这边其实是神舟系列的飞船 你看这么多 从神舟一号到现在要来26号 它每一次任务 下一张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来看看 因为它每一次可以都是说是一个跨时代的 因为美国当年是围堵大陆 就搞了半天 大陆自己造空间站 然后把自己的太空人送上太空去 好来看到神舟一号当年的时候 1999年那个时候发生 你看到一号二号 然后杨伟丽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太空人 然后到神舟七号的时候 金海鹏 这次大家也说金海鹏会不会四次出任务呢 好再来神舟九号有刘洋 神舟十号第一次太空授课 以及来看到十一号 也有这个长期的驻留等等的 另外来看到神舟十四号 神舟十五号 接着你看六个人一起合体 那接着就是神舟十六号 即将要再发射 这实现第二次的太空会师的这样的场景 这讲起来24年 不算是很长的时间 很短 很短 从一个一无所有到现在独霸太空 这个是很令人惊讶的一个 当初多受屈辱 想不让你进去 我想派一个太空人参加你的太空计划 被美国拒绝 你不配玩这个游戏 对 你也没有钱玩这个游戏 你也没有必要玩这个游戏 中国大陆受这个刺激 你看 他用两弹 从当年两弹一星的基础 来发展太空 两弹一星就要火箭马达 所以你看他 刚好碰到美国的NASA又不紧去 射了几次 阿波罗都爆炸 没错 就没有人投资了 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天上建太空站 他不见得建太空站 他建一个非常大的太空站 三个太空站结合在一起 三舱体 太空站里面还有健身房 很棒 而且送来的太空餐 70公斤的水果才刚送上去 他菜色还很多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 这个问题倒是小事 问题在哪里呢 他这个太空三个舱 你全世界各国要研究太空的人员 都要来了 要学中文 这边的实验室给你准备好了 最新的 因为太空都是很多实验室 要在那边做的 在无重力状况之下 植物怎么生长 动物怎么反应 还有药品怎么样制造 这个就是中国开了一个 7-11在天上 你要来 可以啊 跟我申请 有的人我不准你来 我听说不是拒绝了某些人 那个某些人 好像是他们的科研计划 好像也没有符合标准吧 所以此一时也彼此 令人很感慨 所以你当你觉得 你逼着一个人发愤的时候 他的权利你很难讲 对啊 所以这就是要谢谢美国打开 不然的话 中国怎么会想说 我自己来搞一个太空战 我参加你国际空间战就好了 对啊 你如果开放国际空间战 中国大陆不会投资那么多 不会自己投资这样子 所以人都是逼出来的 你知道吧 所以中国一些古的谚语 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一世 我这穷嘛 我这一辈子我就 我的儿女我自己就拼命了 所以你逼着人家拼命了 跟你在享受益乐的是不可同仁 对所以24年就已经达到了赶超美国了 已经跟你可以并驾齐虚了 好那这个太空战的部分是如此 那这个飞机的部分 也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 最近来看到5月28号 C919商业首航 好这是MU9191上海洪桥的北京首都啊 然后呢来看到这个计划是2小时25分钟 5月28号就要商业首航了 他们的总经理的亮明 他就说2023年3月签署了5架C919客机 采购的协定 首架C919已经在2022年年底交付给公司了 然后呢上海邮政也发布 中国东方航空全球首架 C919飞机的首航 纪念的宣传邮戳在这个地方 民航局一直是中国大陆的短板 一直受到法国美国的宰制 你不管波音的 空八的 那除了飞机的技术还可以克服 制造的技术可以慢慢克服 因为在这个空八的协助之下 它发展很快 但是它还是被卡波子 你要飞国际航线是宽体级 要飞长城的 你拿不到人家的四航的航程 给你进来 你也弄不起来 但是它是靠什么呢 我中程的飞机 就是中国大陆内部 它也跨了好几个时区 那么大的距离 它当然有内需很大 中国大陆每年都需要 几千架的飞机进来 它台换的 这个市场很大 内需很大 所以它在演了一场 跟美国玩这个 我不要你的七八七 搞得美国波音公司很惨了 快破产了 对不对 也拉拢了空八 拉拢空八 我C919的所有技术问题 空八的可以帮我解决 那这里面 空八可以掌握你的宽体级的市场 但是国内市场就要让出来给C919 但C919可以满足大陆的内需 那个需求量也是很大 这个需求量足以去养这一家公司 在不断的推进 所以起步虽然晚了 全程是看好 因为它有需求 人都是这样的 你有需求就会投资 那技术上的问题 有人帮助的话 就可以克服 现在唯一克服不了的就是国际航线的航行权 是 对不对 因为美国一定卡死死的 对 你逼着你要绕路的话划不来 对 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现在 不管是什么 从太空 24年就是搞上去了 另外还有包括了大飞机的这一块 现在也看起来 怎么样 我们先求有再求好 接着慢慢大家科研能力 野起来之后 会逐步逐步的再往前迈进 好 那说到了中国大陆是如此 然后很多全国之力来进行投入 科研等等的 那美国不一样 美国来看到智库家土研究所说 美国每年支付国债利息 不含本金的偿还 已经要超过了军事预算 2022年的政府债务的总利息支出 将会在2023年的时候 达到近五千八百亿美元 但是这是这个去年估算的 今年可能早就已经超过这个钱了 那尤其美国还暴力升息 2022年财年则是大概是 三千九百九 三千九百九十亿美元 是在负利息的 今年恶化程度会超过去年的估计 好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就说 当利息超过的国防预算 真的是一个重大指标 国防预算也是 是不得已非要编那么大 才能维持它这个世界大国 但是你的债务 你的利息超过了国防预算 那真的是很难想象 就好像一个浪荡子 顽固子弟 花天九地 钱花完 借高利贷 现在要花钱了 这个很痛苦 你看拜登真的面临 为什么会要跟中国大陆放软 对 为什么 你国债问题的经济 银行要接着破产 金融要下滑 你开的支票 美国的基础建设要钱 社会福利要钱 欧际健保要钱 处处都要钱 你拿什么东西 所以跟最近 已经答应人家 环太平洋的小国家开会 我临时取消 我要回去搞国债问题 国债上限 国债共和党 这个时候不 不会放软 迟早是通过 但是通过以后的后遗症 还是在的 所以这个东西 又影响你的选举 又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 是 你想想你的赚来的钱 大部分要去复利息 我想台湾很多 都被防债的年轻人 就听懂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美国还升息 导致全世界的这些利息 也都接着都加码 所以我觉得前面不太理解 中国大陆不是减持美债 突然又增加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压缸 你的一个手段之一 中国大陆这个买美债 当然他有一些商业考量 另外也可以怎么样 当作他的筹码 我在跟你叫板的时候 我就狂卖你美债 卖完以后 大家跟着卖 他又更紧张 真的吓死 又买一点 到时候你利息 是不是要多费 真的 人家是你的第二大债主 商场就是战场 我跟你讲 这是智慧的战争 是智慧的战争 那到底中美 谁才会更有底气呢 中国大陆是按照自己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突发 在高科技领域如此 在军工领域如此 但美国呢 当年挥霍久了 将军说的 现在真的要光复这个利息 恐怕都很头疼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 美国要把台湾 突克两化 右大陆打台湾 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 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是多依存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